原标题 死了正好进棺材 置之死地而后生 其实在我军历史上 也有一位代官上阵的名将 就是上将王振 那是1938年冬天 王振奉命阻击日军 因日军实力太过强悍 王振自知此行胜负难了 但八路军要的就是这股气势 即使我的装备远不如你 我也要用我的气势来压垮你 于是王振让人做了一口棺材 运到了前线 战斗开始前 王振跳上棺材 对将士们大声说 我老龙今天就准备把命交代在这里 看看小日本人有没有这个本事呢 等一会儿冲锋号一响 我第一个冲上去 要死也是我先死 如果我死了 就把我装在这口棺材里 将士们一听 连旅长渡准备好了随时牺牲 那我们还有什么 好怕的 于是各个道志高昂 血战一天一夜后 最终将日军打退 后来日军只要听说是王振的部队 都望风而逃 退B三社 王振一生虽然伪高权重 但最看不惯搞特殊 1956年8月 王振去新疆农肯部队视察 因为多喝了点水 想找个公厕方便一下 这时 当地的领导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 原来他们用木板临时干了一个厕所 门口还挂了一个牌子 写着首长专用厕所 王振一看 大怒 说 你弄这个东西成什么体统 首长不能上公共厕所吗 首长的鸟难道是香的 当地领导被训的面红耳赤 赶紧让人把厕所拆掉了 王振虽然脾气急 爱训人 但也知错就改 如果知道自己批评错了 甚至会陪着你一起受罚 1949年的一天 王振路过敦煌 看见一群战士在台雕塑 敦煌莫高窟的负责人在一旁阻拦 就连忙上去问怎么回事 莫高窟负责人说 死 令 这些雕塑都是郭宝 不能随便动 王振当然知道郭宝的重要性 克力战士们停下 把他们的团长叫来 这个团长姓周 跑过来解释说 报告司令 这里不安全 我们想把他们搬到安全的地方 王振说 那你们跟这里的负责人商量了吗 人家没同意 你们就敢搬 这分明就是抢劫 王振越说越怒 抓起地上的一根棍子 就朝周团长身上抽去 抽完后 王振又对警卫员说 把他关三天禁闭 当天晚上 这位周团长正在禁闭室里哀声叹气 突然门开了 进来一个人 还扛着行李 周团长仔细一看 竟然是王振 只听王振爽朗地说 你般雕塑不对 该关禁闭 我体罚你 我也不对 也该关禁闭 周团长都愣的 说 司令 谁敢关您的禁闭啊 王振说 没人敢我就自己关 犯了错误就要受罚 我也不能搞特殊 王振将军不光对自己严格 对家人同 让要求及言 1952年10月 王振的弟弟给他写了封信 说想给母亲盖一座王家大院 请哥哥给拨点款 王振知道弟弟那点心思 无非是看哥哥当了大官 想在家乡炫耀炫耀 于是就给弟弟回了封信 弟弟 妈妈回家去住 我负责弃两间房子 也不能靠我占便宜 更不能靠我耍一疯 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 要拿钱回家祭王家大院 新疆人民要斗争我 家乡父老要骂我 你定要我拿钱 我写信给农会 发动大家都争银 把分的田地种好 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 此负病量 此后 王振的家人再也不敢拿他的名义办事 1993年3月12日 王振在广州病逝 临终前留下一笔 向党致敬 向人民致敬 向解放军致敬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n15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